有相声艺术人间国宝之称的吴赵南大师 在美国欢庆90高寿 博大师弟子们都从世界各地飞过来用表演祝寿 满脚总统也特别颁发了代表艺术最高成就的华光一等奖章 来表扬吴大师对于中华传统艺术的贡献 在众弟子和全场500位来宾合唱生日快乐歌下 相声艺术大师吴赵南开心的切下八成高的大蛋糕 和大家一起欢庆90岁的大寿 而中细十足的他 接下来马上又特地和世界各地赶来的弟子们 说唱逗笑了一小段 被称为相声界人间国宝的他果然是不同凡响 看到老朋友们一起祝福他受笔南三 吴大师却满是谦虚 承蒙中华民国政府搬给我这个很难得的 那叫华光一等奖 哎呀真真是受宠若惊 没别的说的我就好好的活着 什么叫好好的活着 保持我躯壳使用权呢 好好的活着干嘛呢 多说些个健康的相声 敬祝 诸位 笑口常开 身体健康 严年益寿 我的座友名就是 以相声寿是人 谢谢诸位 武藏南的九字华旦 中华民国政府也特地感谢他对中华传统艺术的 终身贡献 除了授予相声艺术界最高荣耀的华光一等奖章 马总统副总统和委员院长也特证贺轴 马总统也有这个贺轴 那么副总统也有贺轴 五院院长大概也都有一个表示 那乔尔会也有这个祝贺 那我自己本人当然也更要代表我们办数还要代表很多长官来这个向吴大师来祝贺 特地从长官飞过来向师傅吴赵南诸说的弟子们 当然也要在台上拿出相声绝活 逗逗老师开心 而吴赵南的签书会现场 粉丝更是排队排得很长 而面对每一个人吴大师也绝不代卖 一笔一画仔细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让人见识到大师的风范 同时吴赵南的老朋友们也特地透过镜头 献上对他的祝福 国宝艺人吴赵南 金句丑行美名传 相声成仙又起后 寿比喜马拉雅山 活得90岁真的不简单 我祝他能够活得越长越久越好 他不但在戏剧里面表现很好 而且在他人生他设身处地 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以丑来接丑 揭开了众生百相 也倒进了人间的沧桑和事态的原谅 但是他博得了众生的喝彩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要感谢